大家好,这里是最好批评书 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疫苗的事情 因为这与每个人有关 而且现在呈现出两种极其撕裂的态势 第一种是不管不顾了,不管这事了 然后全面放开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很多红州全面放开 完了以后在英国彻底放开了 所以今天我看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视频 一个英国的操老爷们看上去六十多岁了 终于可以出去吃饭了 终于可以出去restaurant去点餐了 知道吧 完了以后正在外面的阳光下 在品尝一杯葡萄酒 还有一杯美味的汤 这样喝着突然下雨了 然后他们舍不得走 我一开始以为是表演的 后来发现不是,是真的 因为他好久没有在外面吃饭了 老外他们特别喜欢在外面吃饭 有阳光,微风兮兮 然后喝点汤聊聊天 然后很爽 是不是,享受一种自由的开阔的生活 好久了 一两年了 终于放开了 所以下雨哗啦哗啦雨 酒杯里面也下了雨 汤里面也下了雨 完了以后最搞笑的是什么 是他们这都是绅士 然后吃饭之前 因为餐巾要铺在自己的腿上 是吧 餐巾的早已经被雨淋的湿透了 然后把水淋干,淋干了以后 把一条狮子餐巾铺在自己的腿上 然后再开始品尝美酒和可口的汤 很有意思 然后雨还在下 他头发的什么衣服全都湿透了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视频 大家都在转呢 是因为大家都已经被逼疯了 知道吧 就是真是受不了了 所以很多很多个地方 英国就完全放开了 据说以色列马上也要放开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跟这个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又在不断的释放出 这个有新的病毒出来的 这个很多人有感染的 是在哪个地方 美国是哪个地方 反正是个民主党之外 所以一天就差7000个人感染了 所以要决定要全面的要封锁 完了以后法院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些那些的又开始炒起来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时候到底怎么办 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像英国像红州 像美国的红州 他们就放开 不管了 也不管疫苗了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民主党的州 疫情又上来了 有7000个人感染了 除非你打疫苗 否则的话 我要开始要什么 州长要出台行政命令 要封锁社区了 要封锁所有的公共场合了 你看它没有两种方 两种格局是完全相反的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真的 我们怎么办 真是考验我们智力 真的考验我们的判断力 我们弄的不好的话 我们就是小白鼠 真的我们就是牺牲品 所以我今天看到 在有很多说英文的人 说英语的人也在讨论这个事情 我看到西欣小宝也写了很长的一段文字 在解释这个事情 他的一个视角就很有意思 他就讲什么呢 我看很多美国人也在说 就是川普总统为这个疫苗 他有两个特点 你说是不是 两个什么特点呢 川普总统说疫苗是个好东西 而且川普总统他把这个疫苗 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 是揽在自己身上的 这是自己的一个成就 是不是 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川普是支持疫苗的 那如果说是川普支持疫苗 他民主党的那帮流氓政客要鼓励 要逼着大家打疫苗 那不起不是跟川普是一个意思吗 这我们怎么解释呢 另外川普总统还说过一句话 他说打不打疫苗是你的自由选择 你要准确的行使好自己的这么一个 自由选择的一个权利 没有人逼你打 政府不能逼你打 所以这构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观察的一个切口吧 我觉得啊 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 不管是英国还是以色列 还是韩国还是日本还是美国 如果是政府逼你打疫苗 如果你不打疫苗 我就不让你出门 我就把你控制在家里 就跟中国的那帮狗操保的官员一样 这是肯定是不对的 他最终的目的一定是想接疫苗赚钱 毫无疑问的 什么疫苗是个产业吗 如果说我我想打就打 我不想打也不打 我不打的话 你也不会对我的公共生活构成一个干涉 那OK这个事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呢从这么一个视角 我看到他们一些个人写的文章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你看小宝 信心小宝他就这么说的啊 他基本上是来了一个这个从疫从病毒 开始到疫苗研发到这么现在 这么几个月以来一年多以来的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回顾吧 说的好听着就是一个简史吧 是吧就是疫苗简史或者是病毒简史 是怎么样构成了一个怎样动荡的局面 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小节啊 我觉得我跟大家赶紧分享一下 你听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你应该怎么做 你怎么理解尤其是你怎么理解川普的观点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我们来讲每个人啊 你听到我这期节目绝对你有用 希望你能听完 他就这么讲的啊 他说这个一年以后 当我们再回头看武汉病毒2020年在全世界爆发 我们至少应该领悟到几点第一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序幕已久多方参与的计划 而不是指而不只是2020年中共心血来潮 远从远处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是这个什么 一个叫William Cooper的 早在1991年的书里就已经揭露了这个阴谋集团 要靠安静的战争沉没武器 去生物战来统治世界 推行他们的新世界的秩序 最近的要看2009年 2019年10月份在纽约针对冠状病毒大流行 并预演的这个是一个行动啊 盖茨基金会啊 还有中共CDC啊 还有大邀商啊 还有这个WHO啊 还有大高科啊 还有美国CDC啊 多方利益集团明目张胆的 为即将发生的大流行病进行利益分赃 就很清楚了 而且提前宣传啊 此外中共在病毒发生前几个月 在全世界采购这个什么PPE啊 掏空各国的存货 这是最明确的一个蓄意进行各国的一个证据啊 这里面一个最简单的啊 他们也提到的就是这个什么福奇啊 福奇吧 是福斯福奇啊 他川普总统还好好的时候 病毒没有开始的时候 他就预测川普总统将会遭遇到这个病毒的攻击啊 很有意思的啊 他怎么能知道了是不是 因为他是就是阴谋集团的一伙的啊 第二是什么呢 病毒策划执行者 其实是美国生存政府啊 世界生存政府以及中共 这个病毒最早是石正丽在福吉尼亚大学 用美国这个NIH研究基金资助的 后来因为研究的病毒延伸功能在美国很敏感 才拿到中国 但是在NIH的资助一直没有停啊 直到2020年3月 川普政府才知道NIH还在资助武汉病毒 这时候才叫停 另外的话石正丽也曾经在澳大利亚进行过蝙蝠的病毒的研究 这些研究所也深度的了解这些研究的意义啊 2018年加拿大的一个夫妇研究院 还把P3实验室病毒偷偷偷的带回了给武汉病毒所啊 离奇的是该所的所长在非洲是因为心脏病就搁了啊 就挂了 另外不要忘了啊 病毒研究所是法国帮助建造的 最后病毒从病毒全世界爆发后啊 全世界啊 几百位学者利用纽约刀和新英格兰杂志啊 发表文章和署名联名信啊 编造关于呛楼葵治疗武汉病毒 都没有效果的一种行动啊 也证明了这背后的确是世界啊 深层政府网络和中共的集体的行动 那第三是什么呢 是释放病毒的目的啊 当然很简单的是偷窃大选啊 第二就是全球重启啊 就这么两个目的啊 第一是要干掉川普把大选偷过来 第二是全球重启啊 所以现在现在的这个人类社会的各种药物的事情 其实是刚刚开始啊 因为它一个全球重启的这么一个行动 那窃取大选之后呢要配合病毒啊 可以更容易的推行一贸集团的全球重启计划 病毒导致封锁经济停滞 民主党利用邮局选票 以病毒为由进行的偷改规则成功窃取大选 其次呢病毒导致经济被严重的打击啊 靠数据造假可以把人们继续封锁在家里面 经济寒冬将会使全球重启顺利进行 所以我们现在全世界经济 我以我在这儿经济学的知识 我觉得全球现在进入一个极其可怕的一个通胀时代啊 这个以后我们再说 我们我们继续分享这篇文章啊 我觉得这个写的很好 那么现在回到2020年1月1月15号 川普被弹劾 当天武汉病毒第一例由武汉飞往西雅图 然后的Q就警告说 深层政府和中共资产的布置已经到位了啊 病毒释放以后了 那川普呢和深层政府的战斗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打响了 那第一场战斗是什么呢 是关闭还是开放边境 川普总统就迅速就否定了这个什么福奇 以及WHO的建议 果断的关闭来自多个国家的航班啊 这是我们都记得的事情 川普就胜利了 那个时候啊 老妖婆在到中国城啊 拜登呢说川普是仇外心理啊 老妖婆鼓励大家不要戴口罩啊 要外出行动啊 那树莫的攻击川普是种族排外 那现在看起来如果不关闭边境的话 很显然哪怕是普通流感 也会导致更高的传染疫啊 所以川普在第一仗啊 是打得非常成功的 直接去停了各种航班 当时引起了民主党那帮坏蛋的 这个集体的攻击啊 我们都记忆犹幸啊 清清楚楚的事情啊 所以第一仗川普是赢了的 那第二仗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PPE啊 呼吸机啊 以及医疗设备啊 然后受到了这个一种 受到中共的垄断啊 然后全世界的PPE啊 呼吸机啊 还有都被中共买断了 全美的口罩就是买不到啊 就是口罩荒啊 川普派了这个纳瓦罗 去主管这个供应链 几个月以后 就让美国大公司 迅速生产的呼吸机 同时把这个军队的医疗船 我们都知道的 一个红柿子的医疗船 调到了纽约港啊 停在纽约港 然后在中央公园架上的 整治的帐篷啊 然后呢 口罩的也迅速到位了啊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这些设施 根本就没有用到啊 因为被民主党控制了嘛 是吧 医疗爆棚完全是个谎言 因为很多个像 川普调的这些设备 都没有用到 为了提高 左媒宣传的死亡率啊 纽约州的库默和其他四个民主党 这个州长 把染病的老人呢 送进这个这个养老院啊 人为传播 制造了这个高死亡率啊 因此呢 这第二个跟深层政府的战斗 其实川普总统又胜利了啊 因为他啊 刚才说了嘛 纳尔罗解决那个供应链的问题 成功的突破了这个共产党的这个PPE啊 呼吸机以及口罩的封锁啊 第二个是什么呢 嗯 掉了美国的全部的这个医疗设施 那救这场灾啊也赢了 所以第二场设定的川普系是也赢的 那第三场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病毒的治疗的方案啊 那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最先是去啊 不止好多次的啊 推出这个呛鲁奎啊 现在我们知道 美国医疗学会今年悄悄的发布声明 承认了这个呛鲁奎治疗武汉病 都是最有效的药物啊 但是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啊 左媒发动猛烈进攻了 深层政府的机构是FDA CDC业以及NIH 都否认这个呛鲁奎的有效性的 有些医生说呛鲁奎有效 结果被开除工作了啊 更有医学界二多个DS 深层政府的御用病毒学家发表 虚假的研究论文啊 联名写新呢 发表在纽约刀上面 和新英格兰杂志上面 否认呛鲁奎的作用 他们推出所谓的相信科学的谎言啊 然后误导无数的普通老百姓啊 美国各个兰州对 鲁奎奎进行严格的限制啊 禁止医生开鲁奎奎 治疗武汉病毒 你又是FDA没有批准啊 因此川普总统推 呛鲁奎奎这个正确的方法 在媒体深层政府和科学圈 围剿下并没有成功的推开 这里面另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 呛鲁奎治疗便宜有效 如果大家都拿呛鲁奎来治疗这个的话 那就很大的程度上 就打尽了这个大药商的生意啊 过去两年啊 有两起跟毁灭枪楼奎生产商 有关的事件 第一次是多伦多枪楼奎 药商夫妇2018年底被被杀啊 另外一个是纪念我与台湾的这个 世界第二大枪楼奎工厂被大火焚烧 背后都是有明显的这个 深层政府的利益在做手脚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忆 这个这个书你啊 我称之为这个病毒简史啊 真的是很棒啊 那么在尝试推出真正的治疗方案 是遭遇阻尼阻尼之后呢 川普总统他选择了什么呢 这就是选择了一个疫苗啊 其实他说他当时什么也可以不做 但是呢他最后选择了疫苗 因为的话如果他什么都不做 他可以按照正常时间表开发安全疫苗 也可以按照他的方式加速开发疫苗 但前两者无疑就是这个深层政府就赢了呀 经济被长时间封锁而崩溃 美国被迫进入全球重启嘛 结局是病毒没有让人崩溃 经济先崩溃了 由于大众多年被洗脑啊 已经接受疫苗是防止大众 大流行性最有效的方式啊 所以公众意见一旦形成 推出与之相反政策 基本上是政治自杀 所以川普可以选择第二种 就是开发的疫苗了 经过三到五年上市 这会是什么结果呢 什么深层政府会继续利用这个 安提法黑命规去制造骚乱啊 然后操控CDC 增加死亡率继续把全民封锁在家里 经济将一落千丈 这里面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是公众意见一旦形成啊很难改变 所以呢深层政府也是准确的抓住的 这个公众的这种这个观念呢 然后拼命的控制媒体洗脑宣传 这时候川普总统啊 就是推而求其次 就选择了一个快速推出疫苗的这么一个 一个策略啊 这个策略当时啊 这是当时战胜深层政府和民主党的 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 然后然后推动这个开放经济嘛 所以呢川普总统不但给这个FDA 施加巨大的压力 同时也给大药商啊足够的利益 使得及早开发成为可能 但是大药商是站在深层政府那一边的啊 因此他们处处表现出 配合这个深层政府政治目的的行动 比如偏偏不在大选前 宣布正式推出疫苗 就是为了给拜登啊 和这个什么深层政府啊 这个这个添光彩嘛 然后借媒体呢 然后把川普总统的攻击抹掉啊 很有意思啊 所以如果深层政府显然 不会让川普彻底应得病毒战嘛 因此他们在疫苗上做手脚 是完全存在可能的啊 这是你要知道啊 如果疫苗真的有真的完全是 如果这些大科技公司 完全是听川普的话的话 疫苗是应该是是比较好的 但是深层政府做手脚 有人面对目前疫苗的副作用 非常不理解 为什么川普总统 把开发疫苗的公道 要揽在自己的身上 要知道开发疫苗 的确是他的公道 不存在揽不揽的问题 其实你只要看一看 周围有多少人 争着打疫苗 你就知道公共意见在哪里呢 川普在疫苗这个问题上 不可能逆着公共意见 其实他不他不会过多讨论 涉及到科学领域的事情 比如疗效和副作用 这些都是深层政府的组织 FDI组织开发的啊 所以他们应该在这些问题上 互有全部的罪人 而川普总统的神风行动 只是使得阴影流程上进行改进 他这么回答完全是正确的 你能想象 他对着陈千上王的美国人 说疫苗有副作用 不建议打吗 会有什么负面效果吗 不但左派会疯狂 连众多的川普支持者 也会强烈的反对 因此川普总统的支持者 觉醒之后呢 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川普并没有说 你一定要打疫苗 而是说你有自由选择打 或者不打 川普还说啊 经过这个他自己的感受 枪楼魁治疗武汉病毒是最有效的 这已经在总统大概位置 所能做的最好的回答 你想想吧 如果说我们现在 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第一就是枪楼魁来治 第二就是 你如果想打疫苗就打 你不想打你就不打 是吧 所以其实川普总统 其实在暗示啊 向全世界他的支持者暗示啊 最终的决定权 在你自己的手上啊 而枪楼魁这是最便宜的药 都有用的 所以呢很多个真正聪明的人 这时候都在家里 可以储备的一定数量的这个枪楼魁这种药啊 所以我们就看这样的一个回顾啊 我称之为叫疫苗减史 或者叫做病毒减史啊 就是其实他这个文章写的非常的到位 也是非常的大量的这个信息啊 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个那些分析问题的人 感谢西信小宝同学啊 真的是费了大量的脑鼻子劲了 所以我看到这样文章以后 我觉得很高兴 那么我们就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呢 关于这个病毒的事情 疫苗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自己多想想 多想想 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病毒这个东西 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即便是每年都接种的所谓的流感的病毒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有效 这个时候其实关键还是你的身体 你自己要爆棒 要爆棒啊 你完全靠疫苗 我觉得这是不大好的啊 这就是唯科学论啊 这是其实是被洗脑的 就像我们这个啊 一阵一阵的都被一些深层政府 一些利益集团洗脑 比如说我们过去啊 大家都爱吃肉呗 是不是 然后有人就跟你传播一个一个科学观点啊 科学观点 说这个脂肪这个东西对人体不好 然后呢就建议大家吃糖 那现在回想起来吃糖 糖这个东西呢 呃肯定是不好的啊 探索化污 糖这个东西对人体是有百害无疑 糖这个东西真的是 是仅次于毒品的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啊 但是我们大家都爱吃糖嘛 从小就爱吃糖 这都是其实被科学家洗脑 疫苗的东西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真的你想打你就去打吧 你如果不想打 你你如果政府逼着你打 或者冒心利益群的诱惑你打 你千万别上大不要做小白鼠 那第三当然就是 你任何时候你要记住啊 就呛炉葵 但我在这里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办法 就是你家里啊 如果条件好点 其实也不仅仅条件好 你准备一个呼吸机 我家里我就准备了几个必要的东西 首先是第一呢 是什么呢 当然是你要有个温度计了 你要每天要测一测 第二个有一个这个血的那个什么 叫氧气的含量啊 你要一个测一测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 第三就是我觉得你准备一个啊 家用的呼吸机也也就人民币 也就四五千四五千多块钱 你放在一旦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吸氧 然后然后就加上这个呛楼葵 基本上你可以应付过去 这个东西没那么严重 它的死亡率很低 不要被洗脑了 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当小白鼠 被这些坏人被这些英贸集团啊 我我看来看去关于这个病毒 关于这个疫苗 关于这个怎么怎么治疗 这么这么一两年过去的 最能够体贴老百姓的 最能够替老百姓说话的 最说的到位的最贴肉的 就是我们家川普总统 真的没有之一 真的他其实真的是为我们着想的 所以我们要多听一听 所以我赶紧把这篇文章拿出来 分享给大家啊 大家多保重啊 谢谢大家